2月1日下午2時許 本所未貫徹警政署清源專案2.0 派遣同仁前往本轄內回收廠 執行清源專案勤務 於執行過程中 在該處發現一名男子見警無故逃逸 攀爬至回收廠二樓屋頂跳下 造成腳步扭傷無法繼續逃逸 員警立刻通報救護人員到場檢視傷事 所幸並無大礙 經查發現男子為花蓮地方法院發佈之過失致死罪通緝犯 全案1過失致死通緝罪移送花蓮地方法院歸案